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 我是鏡花先生 贏者 我是阿Ferr 大家好我是Alex 大家好我是Ken 沒錯啦 今天呢 我們今天是講遊戲的 今天是講什麼呢 就是這個音樂遊戲的topic 都是其中一個你招舞嘉賓 這次陣容最頂盛的 是有三個嘉賓上來的 應該未到最頂盛的 不過有三個已經很多了 是啊 我們就可以即爆你的錄音室了 已經開始了 沒錯 我那時候也很熱烈 我那時候見到出post 很多人想說 音遊戲 因為都很受歡迎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其實都有玩過 沒錯啦 只要你對音樂有興趣 玩過其中一兩種絕對不出奇 你在機店網賣 其實都是賽車遊戲 音遊戲為主的 很多時候街機 就是很多時候這樣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音樂遊戲 而且以街機為主 所以可能大家 上Tempel Osu 那些 就應該沒有這個出現 這樣 不過呢 我們主要會講兩個系列的音遊戲 一個就是Kolami出的 Be Money系列的音遊戲 還有SEGA創出的兩隻音遊戲 就是這個 賽姆那隻Project Diva Project Diva Arky和Mimi 沒錯 這兩隻音遊戲 那好啦 先一開始說 我們會先說 Be Money的音遊戲 第一隻我們會說 基於誰呢 我覺得是最受歡迎的那一隻 就是Jubit的音遊戲 鏡花最喜歡玩的 其實只有我玩 因為我只玩這隻而已 對啦 為什麼你會先接觸這隻音遊戲 因為Jubit是一個比較容易上手的音遊戲 你從什麼途徑去上手 因為你不會說 一看到我想玩 應該是否有些損友叫你玩 你覺得音樂好聽 固然是有損友會叫我玩 但我想Jubit 他那時候打正旗號 就是作為一個Be Money 那麼多隻音遊戲 他作為一個沒有那麼Hardcore 那樣的音遊戲 他比較想招募一些新的人 新血 一直比較輕鬆一些音遊戲 那時候我自己看都是 入機店好看 人家玩 那些歌我會懂的 可能那時候 Only My Well Gun 那些動畫歌 動畫歌你會聽過 動畫歌你會聽過 人家玩的 是掃的螢幕 很帥氣的 那些按鈕 所以那時候我就有興趣玩 而這次其實是 比較容易上手 你很容易就Pass到一首歌 至少你有很多Level 給你選擇 那我就會選這隻音遊戲 對 我想補充一點 就是因為Jubit 他相對其他音樂遊戲 他就是在螢幕上面 會出一個Marker 然後你按下去 相對其他好像是 Pod Music 2DX 那些按鈕 就會在螢幕上面 要求你不見不到 按鈕的時候 按下去 是相對比較容易玩的 即是好像叫做 你見到那樣東西 就要按 即是所見即所得 那種感覺 就比較容易上手 即是你不需要 有時候有些人 就好像那個感覺 就是要看著鍵盤 才打到字 那種感覺 但會不會變成 一樣 考反的遊戲 會比較重一點 其實很多音樂 都是考反應的 就正在 究竟 所見到的 鏡眼前功能 是怎樣的 Jubit 可能一開始 如果那些人 不太懂得玩 不太熟悉 那些節奏 那些 就純粹考反應 就變成 好像看到 按鈕大 按鈕就是這樣 但你玩到後期 因為你要玩好首歌的分數 你不是只能按鈕就可以了 你要去到最完美的時刻 按鈕 所以就變成 你真的要看節奏 那個位置 因為那些 其實是跟 beat 去哪個位置 那個 beat 按鈕就可以了 但我曾經都玩過 那些遊戲 但是 我反而覺得 有時候 按下去的時候 你的手 因為你的手 按下去 就會遮住你的泡面 那你反而有時候 你按了 譬如說 右手按了一些按鈕 但你下面那些 要按的 就會按 你會變成看不到 會不會有這個情況 會有的 所以 有各方高手 是有不同的打機手勢的 嗯 但你初次接觸 你未必看到 是啊 但是 你會看到 第一次打的時候 可能看不到 但你打多兩三次 你就會相對來說 比較熟練了一些 或者是 你打得下 就會發覺 你只要按下去 然後縮回手 基本上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 以我個人經驗來說 你打一些比較低的泡 其實就沒有什麼 很多密集的 標誌 在泡裡面 去到一些比較深的歌 可能是說 要去到 右手去左邊 左手去右邊 那些 比較難度高 那些可能才會 要開始記譜 要開始練 那些才是難度比較高的地方 嗯 還有Jobit 我覺得是很有特色的 就是它所謂的組合鍵 就是它會同時有很多顆彈出來 讓你一起按 我覺得這個就是 其他遊戲裡面比較少見 而且它是考一個 所謂手勢的打法來的 或者是其他遊戲 那時候 那些人有一個 Jobit一樣 有一個出錢 出錢的意思是 你的手勢 它是一個 你不屬於你那個範圍的東西 去按那個音符 那個marker 剛剛說到 普遍那裡 就是很多複雜的東西 可能是 你的手 那些擺法 令到你按法又不一樣 當然也有不同的打法 有些人可能 就是平時 一些很快的音符 一些人用掃的方式 掃了下去 那就OK 但是它很快的 用一些手勢去按所有的音符 那又是 令它打得好一點 那這個Jobit 有很考究的地方 就是說 你不純粹是 一隻音樂遊戲之外 都是有很多 花樣裡面來研究 但是我聽聞 這些高手向 因為我們有些朋友 都是打這隻遊戲 打得很厲害的 每次都不知道 九九九的分 那他們 完全是不會掃螢螢 因為掃螢螢 他們說準程度很低 是的 準程度會低 如果你是玩到很高分 跟類似九九九的程度 你就會發現 如果你用左右手去按 或者是用彈琴式的打法 就會令到準程度高很多 因為相對於你這樣掃 掃你就要你的速度一致 但是你按的時候 你用一隻手再換手這樣按 相對來說 其實是比較容易的 只要你的手夠快的話 是的 那我補充一下 如果你真的掃 其實你有一個心態 就是你可以 所以就先減低你的miss數 但是你的準程度 也會有一定的 會有一個下降的現象 即是打一個折 是的 即是說 好過你一直打一個音 都打不到 你掃了就可以拿到你的音 你不會全 combo 但其實如果是你見那些人 可能有些很出名的 Juby 有些叫做大回旋 有一個圈的這樣按 那些人會用左右手 不停在這樣 圓了一個圈 那些就是最有準成的打法 這個就是Juby考究的地方 就是有些手勢的這些東西 還有Juby這件事 都應該挺值得提的 其他音鏡可能 我不知道 可能跟不到 因為它固定時間會有一些新歌 它就不用說 要你買下一代 或者買下一代 它就直接更新在那部機器裡面 這樣就立刻可以玩到 這個我就覺得 是一個第五代所謂 Cursor 本身它的特色 因為前面那四代 即是Juby Copius Copius 然後它每一代 其實它都是自入了 一開始就已經更新的時候 就會自入了一些遊戲 然後然後呢 可能去到某一些連動的位置 可能跟2DX 或者是吉他機器 連動呢 它就會加入一些新歌 放進去 叫你玩兩部機 同時可以過的 但是呢 去到這一代 就會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就是說 它本身 它會一個月 就會有五至六首歌給你開 跟著 然後 加了下去之後 去到下一個月 就會有另外五至六首歌給你開 然後 它相對來說 它不會被一些歌是不加 它就會DV一些歌 嗯 剛剛講到一個 Juby一個很大的特色 尤其是Saucer 這一次的特色 就是講到 這樣就是 本身有一堆 就是不同 以前就是說 你可能是Copius 你一個 要打個一些分數 才可以開一首歌的難度 要慢慢開 慢慢開 逐層逐層上 但是現在Saucer 就是想推廣很多歌 其實我記得 印象中 Be Money 去到這一代全部都是這麼多 都是這樣的做法 那Saucer 比較特別就是 它每個月 會有一些歌給你開 只要你拿9分數 就可以開完那些月的歌 或者那一期 有一些遊戲的連動 就會有些Course Over 一些歌 你都可以這樣打 那些歌 那就多了很多新歌玩 但是與此同時 就是它想換回 就是一些狗歌會走了 就是它每個月 就定期會有一堆新歌 入帝 有一堆狗歌就慘了 這樣東西是平九兩極的 就是有些 玩家是覺得很不 這樣 是沒什麼意思的 不是喔 但是這個會不會牽涉到 譬如說 歌曲版權 一個期限性的關係呢 其實都有關係的 因為有些版權曲 它就會到期 就會收回一首歌 那與此同時 它亦都想令到 不要那麼多歌 在選曲list那裡 令到有很多歌 又不知道怎麼選擇 其實都考慮到 就是它本身那部電腦 可能就是HUDIS的大小 或者它的RAM 甚至我們好像當它是一部電腦 你部電腦如果真的太 即是不太行的 可能有機會產生一個禁機 這個都會試過的 這個反而我覺得 你應該是在限件上 要做功夫的地方 這就是那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版權曲那裡 就是 一來版權會到期 二來有些歌 為何可能沒有續 例如上次 我記得Copyers的歌 是AKB48 那首歌 也很受歡迎的 但它不續的原因 是因為太貴版權費 那就沒有續下去了 所以版權曲那些 因為Zuby 其實是比較多版權曲 還是比較多一些 比較出名版權曲 因為那時候是想來吸客 那時候是 一些街客就是純粹想玩那些歌 純粹公司它其實都要衡量 譬如說它玩家有這麼多 它有這樣的市場 它才去買一些貴一些版權曲 吸引更多的人 如果它都沒有這樣的市場 的時候 你版權曲這麼貴的時候 自然公司就會放棄 因為基本上都賺不到錢 是的 固然是這樣 因為 所以有些人感覺 就是版權曲好像越來越少 或者不是很多版權曲 很多人想玩的時候 就好像變成 就好像沒有以前 好像比以前 Hardcore 沒有以前那麼歡迎新手 純粹吸引人玩 這個風格的感覺 是有些不同的 這個風格的確是 剛剛那裏 硬件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 為什麼不會更新硬件這件事呢 就是很多時候 如果你理解這個 香港的街機店 的情況 為什麼它會不會有些新機呢 就是一部硬件太貴了 一部機太貴的 因為Droobit 或者很多Bmoney的音樂遊戲 的好處就是 在於說 它不用upgrade硬件的 只要網上更新了 只要用那部機器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它的硬件是有限制的 它很難再不停擴充那個硬件 令到你 有很多歌裡面這樣 另外找到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 官方claim為什麼要產歌呢 官方claim的產歌就是 因為不要有那麼多歌在手 那大家random去matching一些新歌的時候 就容易match到新歌的 他是這樣說的意思 那當然你可能會說 那我開新歌 就不是靠你的方法開的 其實現在已經 那但是 他的claim就是 我希望可以keep住那個list 是 我有一堆新歌在那裡 很容易你拿到 而不是有一堆舊歌牙了在那個位 那這個走向呢 跟你其他有什麼2DXR pop and music那些是差很遠的 這個走法 其實我也覺得合理的 因為譬如說 你有新歌出的時候 有舊歌如果一直都留在那裡 那你很自然 一出的時候 可能只有十版歌 一出一下 二十版一百版的時候 你選歌都選到 頭了 而且他這一代 也都改變了所謂的 機譜的 機譜的煲機文化 即機其實一樣都會照煲 但是相對而言 他們就會比較減少次 所以打同一首歌 即以前可能 同一首歌 他們會打一百次 二百次三百次 煲到XR為止 但是到現在呢 就會開始是追求 我打到這首歌 我已經是追求 我打完這首歌 就已經可以去下一首歌 令到自己可以打多些不同的歌 其實都可以獲得更加多的樂趣 我覺得 嗯 尤其他 剛剛說到 有很多新歌和舊歌的產 即有新歌入 每個月有一堆新歌入 舊歌有一堆產 然後就是 有些人會說 有些人會覺得 沒什麼所謂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讀這麼多新歌 玩不完 那我何必就一定要玩舊歌 而且他每個月 很搞笑的一件事 就是他會復活那些歌 即他有一堆舊歌產了之後 其實他有一段時間 又灌回那些歌進來 就復活了 那你就會說 所以你有時候見到機譜 有一些歌 有些人會說 復活 先打一下 挺好聽 那不如玩吧 所以其實你可以在某程度上 活化了這個社群 即是說 有些歌不會丟掉到沒有人理 就算 因為他從這個方法 提起的注意力 就是那首歌 這樣 那你這也可能是一個方法 這樣叫做 對 其實 如果你玩很多陰驚的人 大家大多數都會傾向於 打新歌 而不是打舊歌 有可能我見到新一代的歌 好像很容易推 那我先推一些分 然後推到分 我就繼續推這首歌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可能你覺得 舊的歌 很久沒有打 就繼續難得打 但如果新的 這個Sursa 他這一代 就會令到 他復活了這首歌 然後我再打 原來推到 這樣 他會覺得 他會令到舊曲的 遊玩次數會更多了 尤其是 因為那裡 音樂遊戲有時候都很有社群性 雖然音樂遊戲 尤其Juby 這些都很自閉的遊戲 其實你不是可以打的 你自己一個人打分 應該好像有挑戰 四個 其實那些分數是有些比拼 但是你不會影響到對方 因此而 不會有些對戰的形式 純粹是鬥高分 以前對戰的比重 就會比較大 現在就真的好像是 大家一起玩 有一個過不了 你還是救他一命 吹向了交流 以前Juby 你一個很幫到新手的事情 就是他失敗了 但如果他跟一起玩的人 是 就是 pass了那首歌 就會save到他 也可以繼續玩下去 很多時候有些音樂遊戲很慘 甚至是 那些你打到一半 已經過了那個安全線 就沒有了遊戲 就像Tynica 你最著名的例子 都像Tynica 你打到一下 沒有了血巴 就收工 2DS都很厲害 Torget Diva Torget Diva 不是很多遊戲 都是難歌 你打到 血條沒有了 你打就會剪歌 對 Zuby的好處就是 他不剪歌 而且他會這樣給你save 就好像容易上手很多 整件事 所以這裡他比較 吸引身手一開始的地方 而且他另外一件事 比較有趣 就是他會有marker 這個系統 就是他會有一個 不同形狀的marker 可能有一些 比較簡單的 我們就說 是雜 或者是花 他就比較容易觸 但是 對於某些hardcore 或者是有些 追求一些純粹美觀的玩家 就會選一些 好像是煙花 或者是 一個人樣的marker 公仔的樣子 對於他們來說 可能有些女生 就會因為那個marker很漂亮 就去玩這隻game 其實也是一種 吸引人的特色 他都加了很多元素 不純粹是音game 而是有很多 額外的元素 裝飾 可能是marker 剛剛說到 那些就會吸引到人 另外有個問題 你之前說 剛剛那些game會復活 那些歌會復活 但是 歌復活之後 那些譜面會不會有一點點分別 也不會 它不會有分別 令到 那些人打回 只是純粹是remarker 那些人 原來還有這首歌 就叫你 啊 不如你去玩一回 那我現在就 給個機會 你重新去 再推 看看能不能推 我相信你會想玩 留一點舊玩家 那樣呢 嗯 如果舊玩家的話 我想 會比較有感覺 Juby的門檻高了 門檻高了的意思是 例如 我們看回 這些歌 很多時候 因為它會從 這個歌曲會剷 在於是不受歡迎 就會剷 很多時候 變成一些難度比較低的歌 就像被人剷 因為 因為 沒有很多人玩 那些人覺得挑戰性不是很高 那可能extreme的level 例如 Juby是分了 這個basic advance 和extreme 這三種難度 就是每個難度 它本身有一個level去評它 那樣 所以 可能那個難度 level 不是很高的那些歌 那些人就會不想玩 沒有挑戰性 所以因此而剷了歌 然後呢 就會 好像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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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容易 他們會玩這個歌 那樣 這一樣就會令到門樓高了 變成好像 原來是傾向打把拳曲 那些人 原創曲就可以很少 可以打 去到後期 我們都會看到 一個趨勢就是 那些 567的extreme 就已經全部消失了 最著名的例子 我想都是粉雪 我最喜歡的 粉雪 就已經被人剷了 然後 現在就有些 八九十的extreme 我覺得 例如 版拳曲方面 我會記得的就是 Connect 就是小型的OP 那些 那些很受歡迎 那些時候 尤其是 原創曲的話 一定只剩下八十分 而且還有一些 比較奇怪的八十分 因為感覺像九十分 那些難度的歌 會是一堆 所以 這方面 就好像覺得 我玩來玩去 都是玩得到那些歌 版拳曲 但其實 Jubi就是想吸引你 去玩原創曲 作為一間廠 就是想你去玩那些原創曲 然後培養到那些音樂人 出碟 有時候也延續下去 但如果那些原創 那些原創 越來越有人想走 其實就變了 這件事好像有些 就沒有那麼容易 好像做到 Jubi本身想 吸納客員的初衷 還有另外補充一點 就是為什麼 那些人會覺得 Jubi會越來越 變得好像感覺上 很Hardcore 原因就是 其實第四代開始 就有一個人 不是 有些玩家 高家的玩家 就開始投訴 就是 這款遊戲 為什麼好像 玩得多 只有幾首十 好像沒什麼難度 因為他們已經很強 變得 他們就要求 玩一些很難的歌 去到今代 官方回應了他們 每個月最少都加 兩至三首新的十 令到他們好像有新歌 玩 但是相反而言 對於一些 可能新手 剛剛入門 或者去到 玩到一半 其實都不算太厲害 但是又想玩的人 就會變成 為什麼現在出春 都是九十 很難玩 那怎麼辦呢 其實都是 有這樣的轉變 嗯 沒錯 因為 Jubi 會是一個判定比較寬鬆的遊戲 就是 那些 不像那些 音樂遊戲 是不像其他那些 你去拿perfect 那樣東西 是很難去抓到 那個moment 但是Jubi的判定 相比真的比較寬鬆 所以對於一些高手 玩家來說 就會很容易 拿到很高分 拿excellence 十萬 一百萬分 拿了 所以就變成很極端 兩個地方 那些高手 就不停在那個位置 就嘗試 一百萬分 然後那些 不是很厲害的人 就說 又玩不到這個 玩來玩去 只有八十萬 A都上不到 很慘 其實我覺得 這些是 玩家自己定 那個目標 例如說 你高手可能自己 玩到九十七 已經很慘 很差 這樣 但是 對於剛剛入門 或者玩了沒多久 不太熟 那些 九十七已經很強 就是目標問題 我覺得 其實對於 剛剛入門的玩家 就會變得很辛苦 就是 為什麼那些新歌 全部都打不到 那我就好像沒有什麼成就感 你知道 玩一個音樂遊戲 很大程度上 都取決於你又玩這個遊戲 有成就感 那 都是這樣 但其實他已經有 他三個難度 不一定要玩Xtreme 其實是的 例如我跟朋友玩 我一個朋友很厲害 每次都是九十五萬以上 當然 其實這個所謂的厲害 很多厲害的人都是這樣厲害 是的 這樣說 但我是那些 玩A 拿到八十五萬A 那些很開心的人 我明白 是那些非常差的人 其實我也想說 其實現在Juby 平均的玩家 其實 差距都開始比較闊 對於以前 其實都 對 可能那個我自己看機店 是不是都有一堆人 是這樣 在那補九十幾萬 那些 可能偶然這兩個 好像我不是只玩Advanced 的 我不是只玩A 就是這樣 拿一個S 或者這樣 SS覺得很辛苦 已經開始 那些準成度 打來打來打不到那個準成度 你這麼輕易 就可以拿到 那些是Excellent 那些 各個Moment 的分數 但對那些人好像很難 所以這一個位置就有差距 在那裏 但可能我不知道 這些就是 我見過那些 高手玩家 可以這樣 煲機化 可以 三首 一盤有三首歌 玩 三首就是玩那首歌 只是 不停在那裏打那首歌 打三十次 可以這樣去煲 那個分數 那可能那些就厲害了 那些不是厲害 那些是錢多 那這些錢用什麼位 不過音樂遊戲從來都是無底心談 想起 想起我朋友說那句 什麼 黃天不負有錢人 如果這裏 所有玩音樂遊戲的人 先說自己玩音樂遊戲 用了多少錢 我就覺得 會嚇到人了 所以就不暈了 基本上就算了 對了 Droobie就是 大家都很熟悉 Droobie遊戲 但會看到 很有趣之處 就是這一個 為止 好了 這次我們會說 Beat系列的Be Money音遊戲 就是Refat Beat 這個遊戲 實際上的確是 Droobie出了先 受歡迎 紅了 然後就出了Refat Beat 這個遊戲 它的玩法 跟Droobie有些不同 它是玩一個 對戰形式 這整件事差很遠 對戰形式 不是真的跟它鬥分數 是跟它有些東西 例如 那一刻 你蓋滿了個巴掌 去捉一下那個螢幕 這樣 然後你射出那個波 因爲 Refat Beat的遊戲 玩法就是 你有一堆 波在那裡 你會兩邊這樣 你要按那個波 應該說 玩法其實 是 是上下畫面的 那你就專門 看著你的下畫面 上畫面 是你的對手 那下畫面 譬如說 你那個波 到了你的線 你就按下去 那就 達到 達到那個成功 那樣 但是 Refat Beat 有件事很有趣 就是 好像剛才的鏡頭說 你可以推出去 那些波 就可以令到加速 令到對面難打 一些 那當然高手 是完全不受這個限制的 其實它本身 都是一個本質 都是一個音樂遊戲 但是你可以想像 它一個簡單的比喻 就像足球場 那樣 你好像玩一個搜門員的遊戲 那樣 它的波去到你的線 然後你就按下去 讓它接著那個波 當然彈回頭 如果你夠了 你儲氣 好像有三格氣 你儲氣 然後你就 它出消必 然後它就彈一下 就是Refat 那波就會飛快一點 那當然 就對這首歌的節奏沒有影響 只不過是 會令到對面更加難看 然後就試圖影響它的分數 是啊 其實這個 也是一個重點 現在出到 就是 可以就是 射射五粒 其實 是嗎 是嗎 因為剛剛有新版 對 我們有朋友試過 一次過射五粒 嗯 立刻是 會令到對面 平時它 手足無措 它平時也不會射 立刻 無法射 扣了十分 它應該練成了這個彈指神功 其實 Refat 感覺上 我第一次看到它 其實有點像彈珠台 它確實是用彈珠的形式 乒乓球 彈珠台 它一開始是用彈珠的形式設計的 因為感覺是 你下面的位置就是 那兩塊耳朵 就是力過了就會死 是啊 所以 感覺 挺好玩 那就去試一下 因為它也是一來 跟Jubi下的同一個路線 就是輕鬆路線的 所以我覺得沒有輕鬆這遊戲 這樣 有對戰輕鬆可以去哪 但是它這個畫面就沒有那麼硬 像以前那些音樂遊戲一樣 也都好像沒有那麼複雜的玩法 不過這個對戰形式就是 它就加了一個徐尾 這個其實是比較少的 我相信 其他音樂遊戲很少做這些對戰 就是自己在自己玩 音樂遊戲通常是用譜的 因為你用譜的時候 這些東西是固定的 譬如可以記位等等 但是這隻 譬如說人家加速的時候 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加速 就會有些變化 所以Refat Beat 其實雖然是有譜的 都是要記譜的 但是就會有少許的變動 就是因為 你可以想像就是 這個兩個高手 就拿著把刀 對視對方 即是一瞬間 那一下你把刀拔出去 斬到對方 你就會贏的了 Refat Beat的情況就是這樣 兩個高手 其實都不會miss那些譜 全部都報好 就是那一顆 他按不按到 那就扣了那個分 就是那十分 那就是現在的高手 和一個之間對決就是這樣 對 其實現在呢 競爭比較大的 就是 好像剛才主持所說 如果你真的miss了一顆 趕就說好像是 每了三分 十分 但是你去到整首歌完了 其實可以差二十幾分 嗯 就是會不會斷了中間的combo 叫做 還有會不會有個情況 其實就是 會高手對到低手呢 就是會單方面的代 其實都不會的 因為你通常你選擇那些歌 他就是跟Joby一樣有分level的數目 那他最難的難度是十加 而一般新手 基本上就不會選擇十加來自弱的 哈哈哈哈 是的 但是會不會有高手 選advanced來讓到新手呢 嗯 有的其實都會 其實他是分開了一點點 因為其實對每一個玩家 他都有一個級數的 那 例如他本身是綠色級的 就是我現在說最新的版本 如果綠色的 就不會連到 上一級可能是橙色 甚至是紅色 就是紅色的玩家 只會跟紅色的玩家連 那當然啦 紅色啦 話就說 其實紅色其實都可以是 那個實力都差很遠 其實都 但是就 不會起碼去到最低的 好像新手直塔 剛剛BB仔玩的那些 就一定不會出現的 就是不會有BB仔打魔王的情況出現 是的 對 至少你是魔王級數 就只打回魔王級數 最多打低一點點 對 還有我比較 Jobb和Refatb的難 就是為什麼Refatb 我就會覺得他比較 比Jobb難一點 和沒有那麼入門 就是他說 因為Refatb 對面那些豬 對面要打的豬 可能是紅色或是藍色 而且你就是另一隻 你這樣打一下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為什麼牆上 可能有幾十多不同顏色的豬 飛來飛去呢 你就會開始看不到 到後面 不是 你在旁邊看的時候 看到有一堆東西在飛 然後打到千多個combo的時候 一千三千四 然後 哇 有一堆豬 其實Refatb 都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 剛才其他嘉賓說 可能有紅色和藍色譜 其實兩隻顏色的譜 打法是有不同的 它有一個 互動的 其實兩隻之間 其實會令到 玩家來說 比較有趣味 會大了 但不是前後 前後 前後 是有不同的嗎 有少少的 不過就不會很多歌 就是會有少少 比如節奏 可能是 其實是一樣 可能是 一個人先打 另一個人先打後 雖然 如果有些歌 會是節奏有少少不同 但最後的音數 很微妙 其實是一樣的 即是你會覺得 就像太古那樣 二 pair 有時有些歌 會連動 是啊 太古良公 我們經常都看到 畢竟是樹軌 這兩個難度 所以我們說一下 剛剛他提到 太古的譜是要連動 有些 一起打的音符 諸如此類 Refatb 因為節奏是沒有人 一拍的節奏 因為一首歌 其實節奏有分很多地方 可能是一個 歌詞是一個 音樂本身的節奏是一個 有時有些 Juby這件事很明顯 因為你按那些東西 有時發覺 有些節奏不同 只是因為兩個部分 是按不同的東西 Refatb可能也有這些 應該是和聲 應該叫做 譬如說 如果有樂器的話 就是一個結他 一個bass 結他打一段 然後bass 好像和應他 打另一段 變成這樣 再看一下 如果是 Juby和Copis 不是 和Refatb 有一種很特別的 為什麼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說 Juby的版權曲 其實是很微妙的 和Refatb的版權曲 互補了 即是好像Juby會有 Omni Mawel 跟著Refatb 就會有一種 Lv5 就是這樣 就會令到大家 可能如果你有玩 兩隻都有玩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好像有些歌 大家都有得玩 這樣你就會 可以比較有些 心機去去玩 第二部機 不過那時候 Refatb很明顯地 可能他真的不像Juby 你這樣 一直要儲開一對玩家 所以Refatb 那時候很用力 我印象中 Golami 因為 其實Refatb 第一代 我們這樣說 可能會出得不太好 因為始終 Juby說的判定比較鬆 第一代 他很不幸 他的判定是緊很多 契緊到 跟2DS有得比 現在就鬆了 他鬆到好像Juby 想多些新手 所以 所以 最初 進去玩的人 就會覺得 我們看 Gray 會有機會 打打打 就不覺得 這樣又高了很多 可能高了一個Gray 甚至 再高分一點 也不奇怪 我印象中 Refatb 是受歡迎的 所以要去到第二代 對 第二代 因為判定開始改了 鬆了 其實是 還有第二代 有很多 Kolami 演唱曲 多了很多 因為 可以跟Juby 比我 有一倍多 百多 有百多 二百 差不多 他本身 多了很多 動畫 那類的版權曲 這個就是 Refatb 開來一條戰線 吸入客員 我們今次 講到 Biyami 講到兩個Beat 補充其他音樂遊戲 以及 講Sega 好嗎 OK